集结33位不同世代的艺术家 见证台湾艺坛的成长与茁壮 作为联邦艺术奖的总造集人 许昆成教授带领团队 培育出多位优质的艺术家 并提高其能见度 为台湾的艺术史发展 注入一股活力 留下珍贵的历史见证 这一次展出多位得奖者 历年的作品 引领观众回顾过去的艺术内涵与表现 并扶持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呈现崭新的创作能量 联邦文教基金会成立20年来 举办联邦艺术奖 包括联邦美术新人奖 及联邦美术印象大奖 以高额奖金 鼓励台湾本土艺术创作者 勇于创作实现梦想 也因此造就数以百计的参赛者 为了表彰 并让国人进一步认识 成为这片土地努力的优秀艺术前辈 更成立领发台湾美术贡献奖 为台湾文艺发展贡献心力 联邦艺术20年回顾展 以希望前进为主题 20年代表进入转大人的成年阶段 希望前进 则是象征将以更稳健的脚步 迈向下一个里程碑 展览集结33位不同世代 首奖得奖者的代表作 主题创作作品 让民众见证台湾本土艺成的成长与茁壮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